历史的本质就是 即使杀了地主和资本家 但不出几年 那些杀地主的人 就会变成新的地主或者资本家 喝着美酒搂着美女 而普通人永远是社会的最底端 成头变换大王旗 不要幸灾乐祸 因为无论大王旗如何变换 普通人的生活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遇到战争 甚至会沦为蝼蚁 因为这里面根本没有普通人的份儿 这就是乔治奥威尔 在他的成名作《动物庄园》里讲的故事 这是一部另类的苏联史 屠龙英雄忠诚恶龙 革命者终于变成他们曾经痛恨的革命对象 和奥威尔终极恐怖的1984不同 动物庄园则是直接生动了对当时的现实 尤其是苏联的深刻反思和辛辣讽刺 动物庄园的牲畜们通过革命赶走了 曾经剥削他们的人类 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 提倡所有的动物一律平衡 然而最终领导动物们闹革命的两头猪 成为了新的特权阶层 一旦动物们稍有不满 就会遭到血腥的清洗 本书写作时间长达六年 于1945年完成 可以说预言了苏联最终的结局 奥威尔说 即便自己身为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 写动物庄园就是为了破除苏联神话 同时警告全世界 这样的事情随时可以发生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苏联一个看似争争日上的强大帝国 其实完全生活在谎言里 对外用虚假的数字称门面 对内则用旧政权和逃亡者的阴影与恐惧 来维系统治者的合法性 奥威尔说所谓的苏联神话 就像这个农场里动物的闹剧 这一最根本的比喻 奠定了这部作品 盖棺论镜的立场基调 而苏联最终的解体 更是证明了奥威尔的伟大预言 动物庄园的荒诞性贯穿始终 从角色形象的对应 到以动物般的行为来比喻这个国家 既带着生动和幽默 也透着辛辣的讥讽和正义的拷问 无论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任何国家 动物农场和1984 永远值得我们警醒